嗨,大家好,我是团队三明灵 还是请您按赞订阅加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事后收听团长的Podcast的话 还是麻烦五星推爆 也先请您要开启字幕功能 再次跟大家 这样算拜个晚年吗 好啦,进入正题 今年球季中指最大的卖点呢 就是各队多了许多的羊炮 那这一集我们就先来谈谈 师队的新羊炮 他的中文名称叫罗萨 诱打的罗萨今年是33岁 自2006年起 可以说是神剑闯江湖 世界各地顶级的职业联盟 你想得到的 罗萨大概都去发展过 那其中在majorie 每职他也上到大联盟 留下了71轰的成绩 亚洲的部分 罗萨在2016、2017 在韩国职棒 连两季都是三成打击率 外加至少30轰的惊人成绩 但台湾球迷比较有印象的 应该是他2018年呢 他被重金挖角到 日直板神虎队的时期 毕竟可以透过当时 伟来的央联 独卖巨人队的球赛转播呢 亲眼看到罗萨在日直的苦日子 那接下来大家要分享的 其实都是公开的资讯 并不是什么很特别了不起的球探报告 但必须要先声明了要提醒的是 这毕竟就是罗萨在2018年 也就是四年前的表现 何况大家都知道 日直的投手都是世界顶级的 相关的数据啊 真的你就仅供参考了 那罗萨呢 在2018年的打击成绩是出赛了75场 那打击率是两成四二 拳雷打八支 OPS只有0.56 6.58 那师队找罗萨助阵 除了强化他们又打的火力之外 最主要就是他能够突破 其他球队的左头 特别是 那一队 但是2018年 罗萨对右头的打击率是两成四八 那外加三支拳雷打 那对左头虽然还有五轰 但是打击率只有两成三三 并没有左头杀手的这种打击表现 这跟他在寒指或美指的表现 都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那网路上 其实轻易的就能够找到 这个都是公开资料 他当年打击了九宫格 讲九宫格有点怪 严格来讲应该是25宫格 你一定想是25宫格 一般九宫格大家都知道是三成三吗 要将这个三成三把它包围起来 就必须是五成五 也就是25宫格 那你说是因为罗萨人高马大 所以他的好球带是XL大赛子的吗 非也非也 是那一年了 就单纯那一年他选球整个大乱 所以经常挥九宫格以外的引诱球 所以就变成是25宫格 当然他不是25格都打了 然后成绩当然这样的一个状况自然就不会太好 好那画面上出现的第一张的这个图表 第一张图表是罗萨2018年他对右头手的一个打击 那团长简单说明一下 这是投手视角 你看到这个图表的投手视角 红色代表他的打击热区 黄色代表安打也打得比较多的位置 那再来就是绿色 那最苦手的就是跟大海一样的蓝色 所以就是红黄绿蓝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张图表很明显的是 尸头的红中霸包 罗萨的掌握度是很强的 那另外呢他也很喜欢打 也很擅长打偏高的球路 但偏低的球他几乎都一筹莫展 内外角的方面呢 内角高他打的是下下轿 因此日直的右头手都用很多的外角球 跟他决胜 这是第一张图表 那第二张图表是罗萨 2018年他对左头手的打击 那内角高一样还是他的最爱 那尸头的红中 他也不会放过 但外角球依旧无解 不过左头用这种往下坠的球路 来对付罗萨 罗萨的掌握度相对来讲 就算是高了很多 那罗萨是很标准的这种拉回式的打法 八发全力打当中呢 有六发是落在左爱眼 面对日直投手拼命攻他的外角 罗萨也想尽办法来留意跟应对 虽然呢所谓的反向打法 让他打往这个右边的安打率是上升 可是多半就变成是这个锯炮 锯断的锯变成短程的安打 所以我们常讲什么光脚打法 内脚拉 外脚推 有那么容易吗 真的不简单了 那除了罗萨本身的打击优缺点之外 他到中止我想最需要适应的绝对就是好球带 那中止的好球带这几年 这不是团长乱讲的 这是经过科学仪器的验证 简单来讲 比较类似团长手上的这一颗橄榄球的形状 当然这个橄榄球不是这个形状 好球带是这个形状 那事情都大掉 它是这个形状 中止的好球带是这个形状 但是两头没有那么尖 给大家稍微有个概念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除了偏高跟偏低的 都比较少盼好球之外 就是这个内外脚都稍微宽了一点 但没有那么尖 没有那么突出来 尤其是大家相当熟悉的外脚 或者是常常嘴的这个外脚海 那我们把这一个台式的好球带 如果套进刚才看到的那个表格 2018年罗萨的打击分布当中 那好球带的部分我们就用白线 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没这么尖 一样先来看他对右头的一个打击 那很明显的九宫阁上方的 一二三 一号二号三号 中止的投手都很少投 都很少投 那罗萨如果要等的话 可能要等到傻眼 那他比较不擅长的区块 则多半都在这一个好球带当中 那接着看他对左头手的一个打击 左头手的打击 要命的是他最猛的内脚高 几乎完全在中止 大概的一个好球带之外 那如果再加上外脚突出去的范围 恐怕对罗萨也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利 那今年呢 2022年韩池为了跟国际赛接轨 那好球带要扩大比较高的位置 比较这个也就是一二三这个位置 会判得比较宽一点 那虽然我们在 这个如果你有看国际赛也知道 我们在这个部分也是吃足了苦头 但不意外 中止并不打算跟进 我们就先保持观望 那这对罗萨来讲 也算是一个比较不利 不好的一个消息 那球种方面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猜想得到了 罗萨非常擅长打速球 打直球 但是会往外拐的 比如说滑球等变化球 或者是突然往下掉的 直插球跟变速球 都让罗萨很头疼 当然 团长必须再提醒 中止的投手 当然没有日止的水准 那跟寒止的投手来比 我觉得我们算各有所长 那寒止的投手 用速球跟打者硬拼的 这个比例还不低 还蛮高的 但是他在控球 精准度不是那么的精准 细腻之下呢 可以说是完全符合 罗萨的一个口味 那中止的投手呢 大概是讲究 如果速度不够刚猛的 通常投的会比较闪躲 尤其对洋炮嘛 就看罗萨到时候 在今年球季的本身的一个 选球跟耐性呢 那师队的刘育成教练评估说 嗯 罗萨应该是有单击 20轰的条件 会超过20轰 团长当然这时候 也来猜一猜吧 假如罗萨是打击数 足以进入打击排行榜 或者是至少到达 一定的一个量 团长认为 他今年在中止的打击率呢 怎么算的 我就不讲了啦 反正 现在揭晓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没有什么太大的科学性 团长认为是 两层六六 给他六六大顺 两层六六 最关键的拳内打 那刘育成教练说 20轰 那我觉得是 大概12到15轰 12到15轰 就取中间值 四折五路啦 14轰啦 两层66跟14轰 好啦 各位好朋友 不妨你们也猜猜看咯 也欢迎大家用留言 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或者是你的预测 我是唐唐蔡美梨 还是祝大家健康 开心平安 也再次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再会